要被家人送进养老院的老人拍了一张遗照 居然变成20岁的少女 还成了电视明星 今天要带来的电影是 奇怪的她 老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 古莱西的年纪 却是个性格强硬锋芒毕露的人 丈夫很早就因为打仗去世了 年轻时的她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孩子 而老奶奶最骄傲的 也正是这个她一手带大 已经是大学教授的儿子 如此优秀的儿子 也导致了她对儿媳的百般挑剔 不同于其他家庭势均力敌的婆媳战争 奶奶在这个家全面压制住了媳妇 什么事都能挑刺 从无言挑到白脸 从白脸挑到吃药 最后成功把儿媳挑进了医院抢救室里 做儿子的心疼年迈的老妈 但更心疼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妻子 为了让全家都过得舒服一点 她也只能同意家里的表决 选择将母亲送进养老院 不巧一旁把话听全的老奶奶心灰意冷 一想起过去独自抚养孩子的心酸历程 这个强硬了一辈子的女人 也不禁流下了眼泪 她收拾行李 没有惊动任何人离开了 为了让家人以后能有个念想 她走进一家偶然发现的照相馆 准备给自己拍张遗照留给家人 她跟相馆老板闲聊 说自己年轻时的风华 老板笑着说 我会把你排年轻50岁 老奶奶也是笑了笑 没放在心上 出来后 为了赶公交的奶奶居然飞奔起来 还在车上被几个混混勾打 这才发现 自己变成了年轻时候的模样 老奶奶变成了小奶奶 一番惊吓后 她返回了照相馆 可是除了家天朝料理外 哪有什么照相馆 外卖该点什么 不用我说了吧 反老还童的惊吓 小奶奶首先意识到的是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可自己也没身份了 看见熟人都得逼着走 生怕被认出来 无奈 小奶奶只能用起了嫁名 足足在邻居大爷家 大爷是奶奶家以前的杂役 时过境迁 一时也没认出来奶奶 这让奶奶松了口气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奶奶这可是失踪了呀 儿子火急火燎的四处寻找 大爷甚至认为 奶奶是被绑架了 已经反老还童的小奶奶 依然喜欢待在老年咖啡厅 甚至还上台唱起了歌 小奶奶的歌声 在惊艳了台下的 大爷大妈的同时 还吸引了恰巧路过的电视台导演 和奶奶自己的孙子 原来奶奶年轻时候很有唱歌的天赋 但随着与爱人私奔战争的爆发 丈夫去世后 她只能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 以讨饭为生 梦想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动人的歌声打动了 一直想找个合适歌手的导演 孙子也看呆了 然而发现孙子的小奶奶急忙逃窜 两人谁也没追上她 一次在路上 导演恰好遇见了小奶奶 但是过于激动被当成了变态 阿瑟 你听我解释啊 孙子因为小奶奶租住在大爷家 很快就找到了他 连与奶奶同时代的大爷都没认出来小奶奶 孙子自然也没有发现小奶奶的秘密 自己的孙子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可组建的乐队一直缺少一名主唱 于是他请小奶奶吃饭 含蓄地提出了邀请 再发现孙子原来不是走上他爷爷的老路 喜欢上自己 而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乐队的主唱歌手 为了孙子的乐队梦想 也为了自己年轻时的音乐梦想 小奶奶决定 趁年轻放飞自我 在小奶奶的帮助下 孙子的乐队从街头做起越来越受欢迎 逐渐成为了小地区的明星组合 而老奶奶的家人经过徒劳的等待 也正式报警 通过分析信用卡 近期不断被陌生人刷取的录像 他们推测 老奶奶可能是被人绑架了 而大爷发现 刷取老奶奶信用卡的罪犯所使用的太阳伞 居然和居住在自己家的小奶奶一模一样 在小奶奶的屋中翻找中 果然发现了属于老奶奶的鞋子 假牙等物品 而小奶奶的孙子和乐队一起 参加了电视台的海选活动 在海选活动时又遇到了之前的导演 澄清了误会的同时 因为预选的优秀表现 导演破格让没有经验的乐队入选 将在电视直播节目中亮相 两人的音乐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 高高兴兴回到家的小奶奶 却发现了气氛不对劲 晾衣绳上还绑着自己反老还童前的假牙 大爷明显不是小奶奶的对手 反手就被小奶奶绑了起来 无奈大爷不停地追问 小奶奶只好告诉大爷自己反老还童的奇迹 还说了他想成为歌手的梦想 也想为自己活一次 大爷明白了他的意思 找到了奶奶的儿子 说自己已经见过奶奶 向他转告了奶奶说 想要追寻自己生活的话 让家人不要挂念 处理好家事 小奶奶彻底放下心来 奶孙俩的音乐梦想也在稳步前进 在网络上大获好评 一次意外地受伤 小奶奶发现 自己的血液就是自己恢复年轻的关键 只要受伤流血 伤口附近就会恢复成衰老的模样 这也让他明白 自己的反老还童并不是完美的 为了圆梦不留下遗憾 小奶奶比之前更加努力地练习 可就要在直播公演的那天 孙子在赶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为了完成两人的梦想 即使他被撞飞了 小奶奶依旧在舞台上 完美地唱响了孙子谱写的歌曲 小奶奶乐队的表现 得到了全场观众的认可 奶孙俩也成功完成了梦想 表演一结束 小奶奶立刻赶往医院 孙子伤势严重急需大量输血 可是医院的血库存量 不足以支撑完成手术 小奶奶此刻站了起来 即使明明知道输血会变老 自己又会变回那个 讨人嫌步履蹒跚的老奶奶 她也要拯救孙子 但是小奶奶的儿子 却在此时认出了自己的母亲 她泪流满面地看着现在年轻的母亲 她知道自己亏欠她有多少 她希望这一次母亲能为自己而活 在手术台上 小奶奶看着昏迷的孙子 和从自己身体里流出的血液 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她也在一觉醒来变回了老奶奶 就像是一场梦 醒来还是很感动 伤愈的孙子重返舞台依旧活力四射 新组建的乐队也成了当下的明星组合 而老奶奶和儿子儿媳 在观众席上加油助威 她又一次失去了青春 但她也许得到了更多 可能这就是青春的价值吧 不要嘲笑孩子 那是你来的路 不要嫌弃老人 那是你去的路 如果你重返20岁 你会做什么 什么 你还不到20岁 我还不得了 我回去说是你来的路 但是我还不得了 下一集